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年啊 我去告了一個從2021年就開始騷擾我的 不管是從LINE 信箱 主頻道的副頻道的 個人的信箱 總共三個信箱 個人的IG 官方的IG 還有臉書的這個官方號 還有手機 個人的手機 其實因為 我們有登記這個公司行號嘛 所以這些資訊其實公開都找得到 啊信箱IG因為要借業配嘛 所以他一定也找得到 幹嘛呢 從2021年開始 每一天註冊5到10個不等的帳號 殺到我 然後呢因為我有員工嘛 我的員工也會去 負責經營其他的平台 比如說什麼 收信嘛 還有非常的多啊 為什麼要用這種聲音 我要變個英免的 他又找到我的帳號了 啊他有寄信到我的 正常聲音 他有寄信到我的 他怎麼找到你的 他就知道他找到的是我咧 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蠻可怕的 欸你要想現在2024年 你有時候寄信你不理他喔 他會打電話喔 他打完電話 然後他說你為什麼 我剛剛不接我電話 然後他的時間都很奇怪 什麼半夜 差不多11點開始 他最早是11點打過 然後最晚是2點3點還有5點 就是11點到早上7 8點 然後呢可能他又休息一下 然後中午12點又繼續傳 然後下午兩三點又繼續傳 那麼閒閒閉事你是 你是撿刑犯你是住在監獄 每天被獄警強迫看我的影片 而且他是台灣人 因為我給你聽過 他那個道歉的聲音嘛 你有公開在吹上面 對他那個 那個就是台灣狗語的那種感覺嘛 我保證以後不寄信給色途日記89 就大概是這樣 不知道我哪裡來的啦 他沒有講台語啦 大概這樣 所以你要想 我從2021年被騷擾到2024年 誰可以忍受這麼久 而且我弟也說了 他也被打過這種騷擾電話 長期這樣打 可能是他 而且我昨天在那個YouTube 發那個社群啊 有一些我的粉絲說 他也被這個人騷擾跟寄信過 然後他有發一些資料給我看 那個用字譴詞就是他 所以連粉絲都騷擾了 對 所以你看我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可能他比較針對我 然後還有我底下那些粉絲 因為說話用詞邏輯 還有那個命名方式嘛 對吧 那個很容易判別都是他 所以你弟弟也不知道他怎麼找到你弟的手機的 都不知道 對 他會騙其他粉絲的那個信箱 說什麼 我要寄那個反共素材給你啊 你給我信箱 然後給他就開始每天這樣嗆他 嗆他 你為什麼去Nana的頻道留什麼眼 你是仇中你反中啊 抗中啊 所以大家想啊 一天 你要收到十幾二十封的騷擾信 然後這個信就是 各種平台 然後你還要被打電話 然後你的親毛也要被打電話 也要被他騷擾 我現在只能告他什麼 反正我就現在告他口 恐嚇嘛 因為他其實從2021年到2024年 他有幾次是有不小心恐嚇我 強制罪嘛 我有上網查那個刑法三百多條 強制占用電話罪 這是妨礙自由的一種嘛 然後現在這兩個是刑法嘛 抓到後面這個人是誰喔 他罵我什麼 他 然後來罵我 他就會寄給我說 溫子瑜沒媽媽 我想說 你又不是罵我沒媽媽 你告訴我幹嘛 要不然就是寄一堆彰話給我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站在員工的立場來講 公司的頻道 這種的話 我會覺得 很煩的原因是因為 我看不到其他的信 就是我只要可能早上一打開就是 我看不到其他商業的訊息你知道嗎 他會寄商業的信給你你忘了 他會假裝就是說 請問有接業配嗎 然後點開來 反正我就告了這個 剛剛前面這兩個 然後我有問警察說 這個從2021年到24年 三年的長期 這樣算精神傷害精神騷擾 我不能告他跟騷嘛 警察跟我說什麼 現行法律下 跟騷只能跟性有關 是他如果有 語言上的對你的性騷啊 或是 性侵就是性有關的 你才能告他 那也就是說 我長期騷擾你 然後我匿名 你都不知道我是誰 我只要不要對你有任何的性騷 我這樣長期的精神騷擾你 是OK的 跟騷法是罰不到他的 所以這個台灣的法律是不是要修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每個人都可以做這個事 因為畢竟不違法 這個立法委員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 針對這一塊去 研議一下 不然的話 應該 我們也可以學這些人 每天這樣去 打電話給你 每天 寄信給你 反正我只要不要那個 有對你有言語上的侮辱就好 我就騷擾你精神騷擾你 跟你跳針鬼打牆 然後是 頓章取義 你明明沒說過的話 你明明沒那個意思 我就給你 亂曲解 長期 三年 然後你的輕盤還有全部都騷擾一遍 我覺得我的忍耐力 已經比一般人強很多了 因為畢竟我做這種節目 我的看下去 已經很高了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還受不了 是因為 長期已經騷擾到我周邊了 我已經受不了 所以我去告他 我啦 我自己有點 PTSD那種感覺嘛 就是 半夜的時候你會怕 你的手機又震動了 然後一旦震動可能就是 5條10條這樣子來 一個 一般人的精神狀態來說 我自己啦 我大概 半夜的時候情緒會浮動比較大 就是有時候會想要 爆炸性的嗆回去 就前離職員工他也在 他會一直跟他聊天 半夜聊天可能 因為他也睡不著 然後聊聊他有時候會認錯 因為他每次都斷章取義我的 影片的內容嘛 他說什麼 我反中 我仇恨中國人 不是嘛 就問題就很簡單 我仇恨中國人 可是我的中國朋友 為什麼比你多 誰會去跟一個仇恨自己國家的人 就是這個種族的人 去當朋友不會吧 反正講了很多他就是聽不懂啦 反正你就不能講到任何中國的不好 反正他也說他不是舔共 但事實上他就是 然後我覺得可以 防止有一派的網友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要公開這個資訊 是不是要網爆他 不是啊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怎麼網爆他 對但是我覺得公開這個資訊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就像你剛剛講的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治這個人的 你要想如果今天是 沒什麼名氣的一般人 因為他們公開這件事情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關注 對 只能變成說 還有點名氣的人公開的話 才會引起比較多人關注 才能讓比較多人知道說 為什麼這樣子的行為 他沒有辦法 治他耶 我看哪個女生漂亮 我也是這樣長期騷擾他 但是我不要涉及任何的 隱私 我不要涉及任何的 性方面的 這也是很可怕的一種 為什麼跟騷擾只限於 男女之間的感情 或是 伴侶之間的感情 或者是這個 跟性有關係的 為什麼一定是 得是情侶關係 就是 必須講到跟性有關係 才算 長期這種精神騷擾不算嗎 哪個立法委員 試試看來 這個三連騷擾這樣長期 身邊的親毛友 都不告 都找不到他 都拿他沒辦法 但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們這些人 有辦法找出來的話 我們這些平民 沒有辦法找出來的話 那是不是 你們有管道 你們有特權 而我們沒有 那這樣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我們是不是跟中國是一樣的 我去我的電信那邊嘛 我的電信跟我說 要調他那個資料 因為太多了 調一整天的接入 他是 110還是150 然後我就是 調這半年來 所以我花了好幾千 然後 因為他那個需要作業時間嘛 所以我在等他們作業時間 一查到 然後發現 同一個電話 大量打 就鎖定是他 啊有這個電話 就可以去調他的個資 因為電話是實名字 今天我很討厭一個人 我可能偶爾罵他 或是那個時間嘛 特定時間 那我從此就不會再去鳥他了 比如說我討厭那些舔共 那我可能就偶爾點他個幾下 比如說像台灣表妹 就那個時段 我之後就 已經沒有再提他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我不會去 騷擾他 我也不會去 他的那個 信箱啊 個人IG啊 每天寄信啊 打電話給台灣表妹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這是 騷擾嘛 這是變態嘛 如果你只是評論他的影片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嘛 那我說那你也可以啊 你那麼討厭我 你開一個頻道 來罵我 他又不要 我說不然這樣 我們來直播 打電話也OK 你來我旁邊OK 面對面 他死就是迴避這個問題 然後硬要說 你連我都解決不了 你還怎麼抗中保台 共產黨打過來 你還怎麼去打解放軍 這跟這有關係嗎 你連臉都不敢露 跟我站在一起 然後你跟我扯解放軍打來 我會落荒而逃 因為我連他都搞不定 所以他這是很明顯 他知道他自己在幹嘛 我們假設他有身心上的問題好了 有這個可能嗎 有 可是他每次都會很明確的跟我說 即便你報案 就算抓到了對我 也是告誡 或是之類的小小的罰錢而已 那我推測 是不是他可能有身心的問題 而他拿這個當免死金牌 以上都是推測 一個正常人 我沒有 我先說我沒有啟示 什麼身心障礙那些 我完全沒有 我只是說有沒有這種可能 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 這三年來 他邏輯都是有問題的 邏輯有問題 你也不至於針對一個人 然後還 針對他的粉絲 他的親朋好友 你人生的意義是 因為我而存在 然後每天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你都不用上班 不用工作 四個字 就是愛你 這比女朋友還可怕 比自己媽媽還關心自己 有這麼可能 所以就是愛你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愛 在他心裡可能是愛啊 他跟我員工 前員工在聊天的時候 他還有好幾次會 會說 對不起我誤會你 我是一時衝動去嗆你 然後呢 他有一次來跟浩還是跟Ryu說 可以祝我生日快樂嗎 跟你聊那麼多啊 怎樣怎樣 這樣這樣這樣 你可以祝我生日快樂嗎 今天是我生日 而且我發現他真的是 過度關注我們喔 你知道有時候 你那個主頻道的影片 晚幾分鐘上喔 會收到沒有 今天影片我怎麼還沒刷出來 我忘記是寄給你 你截圖給我 還是我收到 因為太多信了 我已經 我已經記不得了 反正 反正 太多 對啊 你看我們都多到已經湊亂了 因為每天可能就 十封十封這樣收 所以我已經忘記 到底哪一天有收過這種信 對所以想要問各位網友這種人是什麼心態 我推測假使 他真的有身心上的問題 有那個手冊 而且他也 多次 表示出 他知道他在幹嘛 那他這個免死金牌還能不能是免死金牌 我們提出了這樣子的疑問 對 這是我的疑問 因為 三年多的這個騷擾 讓我有權力去質疑這個疑問 也包含我親朋好友 我也要幫他們提出這個疑問 因為今天被騷擾的人 不是你 三年多我相信 應該很少人可以跟我撐到今天然後才講出來 後續有什麼最終再跟大家講好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Bio的小星星人 Bye